接下来这位餐车老板也很特别 放着好好的法式餐厅不做 改做餐车 原来他不喜欢精致餐饮 认为太浪费了 但是他开餐车卖披萨也不马虎 坚持要木柴摇烤 出炉的每一片披萨 都带有独特香气 厨房里三四个人忙活着 切料汆烫烟漬 抓紧份量 一包包仔细准备 琐碎又繁杂 这是餐车披萨的中央厨房 映身在新店山区 一切美味从这驱动 招牌炭烧口味 白酒抓烟鸡胸肉 烤台烙出焦香肉纹 上色到五分熟 换烤炉接棒鸡肉 烤台接力牛肋条 就把它的筋剪断 让它不会整个卷起来 它筋的话会受热以后 它会整个祸起来 会一定要整个烤的熟度 有条不问 配菜煮食一一盘点 小餐车作业有大餐厅的严谨 约主厨张五直 一千带过美式仪式餐厅 最后又植入两年法式协同 美食训练履厅 完整漂亮 全体现在它的披萨当中 烧红酒流成葡萄香 再加蓝莓煮到浓稠 真的很有 Fight Danny架势 优雅融合 法式口味精髓 炭烧鸡肉 我们也是用白酒 用鸡胸 新鲜的鸡胸 用白酒下去盐 特别熬煮的那个巴沙米克醋 加糖下去熬煮的那个酱 酸酸甜甜的 这个口味其实跟玛格丽特 就是算是比较进化版 用新鲜的菇下去炒 牛肝菌炒奶油 用一点法式的手法乳化它 然后会有一根 重重的奶油香的牛肉 厨房作业是餐厅最大公事 但窑烤披萨 生活也是重中之重 餐车窑炉几乎中年不灭 昨夜余镜还在烧 金武清除灰碳血泻 又用长颊添辛火 炫特别粗厚的木块 放半年彻底干爽 只为减少黑烟 喷墙烈焰烧几分钟 木块红透 车顶烟囱灰瀑布冒烟 就像火车一样 出发摆摊去 窑烤披萨热炉时间长 抵达目的地火力超旺 远远看炉口都有海市渗轮感 张武之故炉费尽心思 我们的底部越平整越好 它的皮的均匀度会越好 但是因为我们在车上 又跟一般在变加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窑的损耗 其实很高 我们窑大概可能一年两年 都一定要大整修一次 火烧一烧它会容易脆 脆我们又开车出来 它容易晃 所以很容易就是啃啃巴巴的 如果只要有一个砖头 Kick up 我们可能整个炉子 就要再重新敲掉 整个重新涌 花了数十万打造 要好用美观也要减重 即便弧形摇顶 改用刚做 卢摇还是重打一顿 人家餐车叫胖卡时装可爱 披萨车是真的 沉甸甸 陈小姐 三个 现在十分钟就好了 好谢谢啊 拜拜 依旧定位客人上门 纸盒预订单立刻堆叠数十 参称内厂及外厂三人开工 一个负责延展面皮 船到对面涂酱撒料 最后进炉烤酥香 不能说找不到 但是一定是 这都是我们自己 从无到有而做出来的 是一个披萨的口味 其实都是蛮花我的精神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直接吃那个口味 会觉得很好吃 但是加在披萨里面 其实它的味道是显现不出来的 张伍芷说披萨定番 番茄起司罗勒叶这三个味道都超重 他开业十年没有停止过口味调整研发 酷料加奶油乳化过 配上炙烧牛肋条 炭烤鸡胸达类塔塔酱的 意识番茄出炉再淋巴萨米克醋 这都是联名张伍芷 发意料理经验的菜单 拜丹妮对我来讲 我觉得它太精致化了 它的食材用量 它的食材都只是用到一个 最精华的部分 我们喜欢是做到那种 大家大小朋友都喜欢吃 都是路边看到就直接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般的晚餐 而不是说要特别什么生日 那种节庆才能吃的 不只要让披萨家常化 张伍芷用红酒蓝莓酱加草莓 做这一个美美的酸甜口味 呛工下午茶女性族群 企图以差异化留下记忆点 有时候餐车我们离开了 这也是我们的缺点 就是我们离开了别人进来 客人吃到以后 他会觉得餐车披萨是不是都不好吃 餐车的东西不好吃 但其实他吃到根本不是我们的东西 大环境下其实店面现在 因为餐车太多 所以店面的竞争压力 其实非常的大 我的店面旁边刚好有一个空地 如果每天刚好来一台餐车 来一台餐车的话 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投入餐车十年 从蓝海沙到鸿海 张伍芷选择做外带不走位的披萨 虽然怕老鼠屎一次毁灭各家 但他也享受餐车高度机动性 四处打游击猎捏捕食客 现在他牌子老了名号响了 开始有企业品牌联名 赵伍芷的餐车披萨 定毛的不是地点 而是客人新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摇 Hafen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